大家好 我是Mavis 我姓廖 那等一下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幫我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活動是軍營協辦的 那大家原則上在網路上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資訊 我是提前曝光 那這個活動它是一個黑客棟活動會在7月底的時候舉行 那它是由經濟部水理署他們發起的 然後我是台灣訪貸產業協會的成員 那我們來接這樣子的工作 那其中我們找到兩個協辦單位 一個是積極在Push政府公開資料的Open Data聯盟 那另外一個就是Gilene V 因為Gilene V很多人 所以是誰協辦 我們有跟村長 然後所以這個活動整個是由政府跟人民一起 就是要做起來的黑客棟 那這個黑客棟的重點它就是在Hack水 這個資料 所以重點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水資料 我們要知道到底有哪些水資料 然後呢 重點要創造出一個水服務 那這樣說起來有一點 有點籠統齁 基本上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讓水利工程師跟Hacker 可以創造出一些火花 因為過去政府在解決水問題 比如說缺水啊水災啊 他們都是水利工程師的頭腦 那他們大部分都是那個土木系出生的 那如果加上這些Hacker的創意 它可以產生什麼火花 是大家非常期待可以看到 所以整個金菜處理 我們用口語話來講 就是說水太多淹水啊 或者是鮑魚產生的一些問題 那水太少就是缺水 還有因為缺水 所以需要水源怎麼樣操作的問題 然後水太少就是比如說土砂的問題 或是一些污染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能源上面 我們一直在想說 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能源是比較乾淨的能源 那 那我們預計參加最項是三到八人團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組團 那如果組不到那麼多人 也可以來參加我們工作坊 我們協助我們組隊 那 只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這個東西跟水有關 然後知道說 要拿到哪些資料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來提案 那 最後要做出來的東西就是一個創新的應用服務 那一定要用到水資料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評分的方式 我們第一場活動會在5月26號 它是一系列 我們有一系列活動 會有兩個工作坊 一個黑客宋 還有一個成果發表 所以5月26號 第一工作坊 我們現在有release報名了 那其他都還沒有 然後7月14號會有說明會 然後活動 目前預計是7月底 然後 都是在內湖的這個場地 那我們成果發表的部分呢 會在10月5號 跟Julie B的雙年會 我們在第一點的上午 會爆一個場 好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到第一時間的資訊 可以加這個FB 我們會把訊息都放在上面 然後想要報名工作坊 可以來找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感谢观看 大家好,我是JLV News的Aaron 就是以前常常参与一些那个艾克松了 然后最近就搬回去就是多多多 所以没有常就是参加艾克松了 然后今天就是要征求一些佛系读者了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一些JLV的一些参与者 可以就是看看我们JLV News的一些新闻报道 那就是我们会报道什么样的议题呢 比如说就是在伊朗就是他们那个公民科技的 或者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科技者会面对哪一些困难啊 或者YouTube他们会可能是改善到那个 或者就是改变到那个算法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也是那种的 然后因为如果你没有很熟悉什么是JLV News 就是我们就是在外面的有提一些就是周报 就是中文的一些周报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会就是推动哪一些议题的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你可以就是度我们那个新闻报道 那如果要要看的话你可以去HTTPS GovZero News 然后就是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周报 基本上我们是每一个礼拜就是要推一个英文周报 然后一个中文周报的 那内容差不多 那当然就有更多人就是要看那个中文的那个周报 好可惜了 没有太多人要看我写的那个英文的周报 所以麻烦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中文报道 然后那个英文报道谢谢 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可以要请你投票 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三早上就是要放所有我们就是累积 所有这些就是很重要的新闻 在一个在一个Excel 然后就是你可以投票你可以选五个 你觉得就是很值得就是要推动的一些公民科技的新闻 然后可以去slack 然后做news可以教我们了 另外一个就是要就是要看你的回馈 就是要看你到现在就是对那个GNV News 有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感想了 所以如果你要的话 请你们去那个bit.ly digest 0505了 其实在那个hack4里也可以找到那个连接了 然后如果你有1分钟就是帮你 就是麻烦你就是填那个表格 好 那我阿密托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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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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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開那個 然後 OK OK 下午先來